最近微微一笑很清晨被网友曝光了一组剧透照 看看杨阳和郑爽这一对青春年少颜值又高的新CP稳在一起 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 不过两人在片中的不少浪漫吻戏却引发了微信公众号橘子一乐的吐槽 一开始两人这姿势还算是青春片典范 可稳着稳着杨阳的手就变成这样 这是害羞呢还是避嫌呢 总之好好一个吻 一手的摆放位置不对瞬间尴尬起来 同样的事情在李一峰和大咪咪身上也发生过 在拍摄怦然心动时 李一峰和大咪咪的吻戏姿势是这样的 于是新闻出来之后全部都成了这样 一个显而易见的角度问题 可怜的李正伟就被歪歪成了大色狼 所见吻戏好不好手放在哪儿真的很重要 可惜娱乐圈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影视剧中都有不少错误的视力 比如有的人出于耍酷的目的 接吻时手无动于衷 这样的吻也显得太不走心了 甚至还有在接吻的时候摆出pose喜感十足的 你确定你是在弹琴帅不是在故意耍帅 这个手里拿东西的看起来也很不专业 那么接吻时手到底要放哪里 看看吻神中汉良 放对方脖子上就是个性感又深情的好选择 或者抱住对方手不轻足顾背也不错 这样还可以心机十足的默默用力 让妹子更贴近自己的身体 如果稳得激烈 手再往下挪挪也可以 虽然有点杀而不已 不过性感指数已一路爆棚 总之接吻的方法方式多的是 就看哪一款最适合当时的剧情了有没有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无论你的手摆在什么位置 都不要吻得太用力 否则两个人整张脸都变了行 多大的性感浪漫也都一秒碎成渣了有没有 最近微微一笑很清晨被网友曝光了一组剧透照 看看杨阳和郑爽这一对青春年少 颜值又高的CCP稳在一起 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 不过两人在片中的不少浪漫吻戏 却引发了微信公众号橘子一乐的吐槽 一开始两人这姿势还算是青春片典范 可吻着吻着 杨阳的手就变成这样 这是害羞呢还是避嫌呢 总之好好一个吻 因手的摆放位置不对瞬间尴尬起来 同样的事情在李一峰和大咪咪身上也发生过 在拍摄怦然心动时 李一峰和大咪咪的吻戏姿势是这样的 于是新闻出来之后全部都成了这样 一个显而易见的角度问题 可怜的李正伟就被歪歪成了大色狼 足见吻戏好不好 手放在哪儿真的很重要 可惜娱乐圈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影视剧中都有不少错误的事例 比如有的人出于傻酷的目的 接吻时手无动于衷 这样的吻也显得太不走心了 甚至还有在接吻的时候摆出扣子喜感十足的 你确定你是在弹琴帅不是在故意耍帅 这个手里拿东西的看起来也很不专业 那么接吻时手到底要放哪里 看看吻神中汉良 放对方脖子上就是个性感又深情的好选择 或者抱住对方手不轻腹部背也不错 这样还可以心机十足的默默用力 让妹子更贴近自己的身体 如果吻得激烈 手再往下挪挪也可以 虽然有点杀而不已 不过性感指数一路爆棚 总之接吻的方法方式多的是 就看哪一款最适合当时的剧情了有没有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无论你的手摆在什么位置 都不要吻得太用力 否则两个人整张脸都变了行 多大的性感浪漫也都一秒碎成渣了有没有 不过性感浪漫也都一秒碎成渣了